备严疫情持续的扩大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已经规定 室内活动人数不能超过100人 未来如果疫情加剧 有可能人数限制会再下修 但施工所有许多重要的会议 不能不召开 因此华林施工所也针对 视讯会议的作业 先做了全面的测试 确保防疫规定发布的时候 施工所的行政业务 能够及时的上线 不受影响 花莲市公所各科室主管 26号上午进行的视讯会议测试 这是为了因应后续有可能发生 室内活动人数限制再向下修正时 花莲市公所要预先做好准备 因应我们新冠状病毒 那不断的有一些疫情的 往上提升的过程里面 那我们花莲市公所的部分 在视讯会议的部分 虽然视讯会议很早 很多的地方都在提 可是视讯会议 我们希望说在趁这个时候 赶快来做相关的一个模拟 那提早因应 如果出现视讯会议的一些突发状况 所以我们希望用滚动式来做检讨 那我们知道疫情 不断的在做相关的升温 那昨天疫情指挥中心也希望大家不要办理超过100人以上的一个室内活动 希望都能够压在100人以下 那室外活动是不要超过500人 那随着这样子疫情的升温之后 有可能以后会限缩更多的一个条件 那我们建议所有的活动都能够按照一起指挥中心的规范来走 那以化电事工所的部分 我们光靠主管在普通在开会的时候 可能就将近要50人 那如果说在这样子的部分 如果未来限出到20人 甚至更少的人数的时候 我们必须还是有一些主管重要的会议要开 那我们因应所有的会议的部分 我们希望每一个主管都要会使用视讯通讯软体 因为手机非常方便 只要你掌握相关的技巧 那无论你在何地办公都可以得到一样的效果 所以我们在事务会议的部分就用测试的方式来做相关的因应措施 未来可以提供给其他乡镇公所或公司行号来做相关的应对 也做好SOP的流程 从APP下载、网络连线、多方视讯、声音测试 每位主管都亲自操作一遍 在每个人的手机萤幕上 可以看到会议主画面内容 以及同时上线的主管画面 市长也可以透过平板功能 在会议报告上做图示和修正 市长温家检表示 目前视讯会议还有包括了上线人数 连线时间的限制和收费标准 施工所都会做进一步的确认与修正 务必因应未来疫情指挥中心 规定室内活动人数限制在向下修实 施工所必须进行的视讯会议作业都能够胜利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